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汤头的美味及食材的新鲜 让许多饕客赞不绝口 汤头不错 然后它有打一个蛋 然后一半生一半熟 但是很新鲜 很软嫩 它那个牛肉没有筋 它的味道还不错 变难处的 然后汤头也不 就是味道也还蛮稠 就是又不太熟 话说餐厅的创业源起 只因老板忘不了求学过程中 熟悉的锅烧面摊美味 想要让已经失传的人间美味 重新飘香 便毅然决然地放弃 原本稳定的工作 投入面摊的经营 并靠着不断地摸索尝试 终于让极品美味经典重现 每天晚上就逛边大卖场 荒芬市场 找所有食材 就用仅有的记忆去找那些 找那个味道 后来运气真好 真的被我找出来 而在美味关键汤头上 无论是口味 还是制作方式上 翁老板都是极其用心 光是在处理汤头的大骨上 就有多达三道手续 要先汆烫去除血水 之后去除杂质 最后锐掉杂质 接下来还要将 汆烫好的大骨做清洗 好让附索在上面的杂质 能够清干净 这样的繁杂手续 就是为了能成就出 与众不同 清爽甘醇的美味汤头 而最特别的是 店内的汤头种类 应有尽有 琳瑯满目 包含了原味 沙茶 味噌 韩式辣味 牛奶 番茄等多元选择 让人百吃不厌 而其实这些可都是 老板经过不断试炼 历经无数次失败后 才研发出来的战利品 原味汤头它是属于比较清淡 大骨汤里面会飘着淡淡的柴鱼香 牛奶的话就是玩比较独特的汤头 牛奶的话我们是 都是用鲜奶 所以它喝起来是比较温存 比较香 所以牛奶锅烧算是蛮人气的一个商品 然后再来是番茄 番茄我们是用牛番茄下去做的 牛番茄下去做调制的 所以它吃起来你会有吃到果粒的感觉 店内让人惊喜的除了在汤头上有多种选择外 在面条方面更有硬面 拉面 鸡丝面 乌龙面 冬粉等多样种类 提供顾客去做搭配 另外老板在配料上的挑选更是丝毫不马虎 像是杏鲍菇 蛤蜊 肉片 花枝等都是不齐成本 请厂商配送最新鲜上等的食材 而各式各样的小菜也是店内人气秒杀商品 像是凉拌猪耳朵 和风干贝醇 韩式泡菜 凉拌牛蚌丝 日式豚肉烧等 爽脆的口感 酸甜微辣 成为店内吸睛的另一武器 其实一开始翁老板的创业之路最先是百路边摊起家 后来曾经一度想要收起来 但不服输的他 凭借着美味料理 和对餐饮经营的热爱 慢慢地建立口碑 闯出名号 头一两个月就是生意也不是很好 第三个月之后才开始突然间就是爆红起来 以前在路边就是会在路边洗碗 然后有时候做到三更半夜 还要看天气下去做生意 但是其实那还是一种乐趣 跟一般的工厂上班是不一样的 翁老板从路边摊起家 目前已拥有南侃 中原及五湖三间直营店 每家店不仅各具风格 且各自拥有忠实顾客群 平均每家店的月营业额都可突破五十万以上 热销程度勿如小觑 南侃店周边多以商办工地为主 一到用餐时间就吸引不少上班族上门光顾 中原店则是翁老板第一间创始店 多以学生族群居多 是学区商圈中的热门店家 第一家的店面 中原创始店 我们是走日式的风格 每一种都很畅销 我们是以学生为主 价格实惠 未来翁老板希望能让自家的锅烧面美味 飘香全台 也期盼让更多人一同分享 他美食创业的成功之道 未来拓电的目标的话 我们刚开始当然是先从新竹以北开始 我们几乎是一个礼拜 至少会有两趟至三趟 过去做督导 这也是保障加盟业者